大家好,我是瑞姐 今天我们接着昨天的视频 继续听朱启前的曾孙 讲述朱家的故事 朱启前先后娶了三位夫人 共有八个女儿 都是社交名媛 人称朱家八粪 曾经流传过这样的诗句 赵四风流,朱五狂 赵四我们都知道 这里的朱五就是朱启前的第五女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来听听 朱启前老先生有几个儿女 十个女儿,两个儿子 死的两个女儿就剩八个女儿 朱家八粪 他们那辈儿呢 中间那套都在三点水 最后一个都是云 大姑奶奶叫朱香云 这可能跟他过去做官有关系 他们的归宿都挺好的 我的大姑奶奶 她是在中国营造学校管会计 管财务 这个二姑奶奶呢 就是张闷进的妈 她的爹 原来也是南开的 包括我爷爷 他们跟周恩三儿同学 南开的同学 三姑奶奶厉害早就上美国了 三姑奶奶的女儿厉害呀 现在还在世呢 九十多岁了 前总统布什的竞选主任 那她先坐轮椅子在美国 是啊 等于是朱启前的外孙女 对 这四姑爷跟四姑奶奶飞机师师死了 哦 这五姑奶奶在香港 五姑爷就甭说了 周光母 然后六姑爷呢就是这个张学明 七死了八死了 九姑奶奶呢嫁给了五大舍子的儿子 然后十姑奶奶嫁给了卢士泽 卢士泽是在台湾 农民医院的院长 哦 农民医院是台湾最好的医院 这是朱启前王先生 九姑爷九姑奶奶 哦 这个房子原来是您的五姑奶奶家的 对 他的房 哦 朱吴 朱吴 好有名气 都那么说 社交名媛 对 可以这么说 这是朱吴的先生 中间的 对 这才儿子 这才女儿 哦 这俩都在是他这先生没有了 宋子文的机要秘书 一直到宋子文死 原来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他也姓朱 叫朱光木 那里的那个 上头那个 靠左部第三 第二排 挺胖 那是张学明 哦 是您的六姑爷 六姑爷 这是朱六 这是朱五 这是朱四 这是我爸爸 这是我妈妈 我母亲呢 去贺 贺去 哦 我外公呢 是中国银行的创始人 1905年 就现在还使人的中国银行 哦 中间这个是朱老先生 对 朱起前老先生 那个张学明 他是张学良的 所有的孩子里 跟张学良 同父同母的 就是他一个 哦 我看资料介绍 都说是同父异母 不是 那您的爷爷 是朱老先生的第几个儿子 长子就是我爷爷 朱沛 哦 朱沛 或者别人叫朱德农 那叫朱海北 他们都在三条水 我爷爷呢 原来是京普路会计总课 课长 相当于现在的财务总监 老陪有家规定 他看到他母亲 三岁就带着他 然后就吃苦 所以他对中国的女性啊 他他特别体谅 特别理解 特别尊重 特别尊重 陈夫人呢 跟那个曾国范家是亲戚 嗯 23岁 生的我爷爷跟大姑奶 就过世了 哦 偷过世以前就说的 我俩孩子还在你手里 哦 你那时候呢 不是七七成群吗 嗯 对 他说呢 你别弄一这个 我那是跟这孩子受罪 嗯 我给你介绍我一个亲戚吧 哦 就介绍的于夫人 宝珊 于夫人呢 于宝珊跟他结婚以后呢 对着孩子也视为己出 嗯 后来于夫人呢 在过世以后呢 过去你说话叫丁优 嗯 就是三年 什么都不能干 嗯 工作也不许干 我爷爷呢 就不高兴 嗯 为什么不高兴呢 我丁什么优啊 那不有住海北吗 那是他妈呀 他丁啊 我丁什么 我这么好的工作 我都不能 不能什么呢 家要家归 我爷爷呢 就把工作 只能辞了三年就不干 一 老子爷定了 不许拿窃 不许嫖娼 不许赌博 不许臭打烟 为什么 都那么尊重他呢 那些女婿 你说 吴打舌头 差点儿子能不叼吗 嗯 张晨明能不叼吗 这样 这样这么长大的 嗯 他为什么都大老子爷呢 都归归归归的 老子爷太会做人了 也会做事 对 而且啊 朱启前老先生 上一任 太太没了以后 又续娶了 对 是吧 对 这是余夫人 去世以后呢 又续娶了一个 许夫人 这是些姑奶奶 出的主意 姑奶奶意思说呢 老子爷呢 你别再找一年轻子 又生那么多 嗯 这财产当时 都乱套了吗 对 可以买一个 就照顾老太爷的 年老就完了 照顾起居就完了 对 也没有生孩子 没有下一代 没有 他死于1970年 哦 70年才去世的 对 老太爷是64年 去世的以后呢 每月给这个许夫人呢 月80块钱 哦 那个朱海北是 余夫人生的是吧 余夫人生的 嗯 那陈夫人就生了 生了俩吗 嗯 就您的爷爷和您的 大姑奶 大姑奶 对 朱家的后人 在北京的多吗 不多 就您还有朱海北 对 还有我大哥 我大哥的通建住人 嗯 我们家是哪的人呢 我们家应该说是安徽人 哦 为什么呢 我们家是雾园的 哦 祖籍 对 雾园应该是江西啊 现在 他解放后画给江西了 哦 你就没法说了 哦 没法说了 朱老先生生在 出生在河南信仰 河南信仰 生在信仰 三岁丧父 哦 他母亲拉着他跟他妹妹 就去着自个儿的娘家 哦 在娘家也被人看不起 解放前叫脱油瓶 嗯 反正是 就得亲亲的干 下活吧 然后上学呢 也是陪着舅舅 陪着舅舅一块读书 跟书同似的 他不能做头了 他得做后头 但是他用工学 当然功名他没考上啊 嗯 没考上 但是聪明 思路跟别人不一般 这么说吧 没那本事 也当不了那么大的官 是的 民国戴总理 戴总理 当过三任内务总长 五任交通总长 环城铁路 他修的 还开过煤矿 中兴煤矿 中兴煤矿好些人都不知道 在山东 我跟您说铁头游击队 对 大大长刘洪 您就知道了 对 刘洪就那中兴煤矿呢 哦 他对工人特别好 这个我拿嘴说没有 早庄有博物馆 那里有最先进 当年最先进的X光机 谁给工人照那个 他给照 就是工人看病了不花钱 哦 咱说一个就是过去的家里烧煤 烧煤呢老太爷看不清 看不清 看着院子里隐隐缩缩有人 然后就问问我四叔 说这是谁呀 大家都是谁呀 我四叔答复一个苦力 老太爷当时就急了 混蛋 跪 让我四叔去给人家端茶 给人家送烟 早庄有展览 我说没用 他对工人多好 那都有 哦 还开过中兴轮船公司 嗯 包括中兴煤矿 而且都是没有外资的 没有外国人的 全是中国人 解放后 徐特利老先生来过 哦 就有一封信 写过一个条 朱祁前过世以后 我们把这个条呢 作为一个历史的文物呢 军队的展览馆 哦 资料还保留着 对 这贡献真是很大 对 创办营造学社的时候 梁思成在哪了是吧 是这样 老太爷把这本书出来以后呢 营造法事以后呢 给了梁体超一本 哦 梁体超就把这寄到美国去了 梁思成都看了很感兴趣 梁思成当时在美国 在美国回来到这到这个营造学社 啊 然后拿在拿照常的糊弄房 那不八个院子吗 拿出四个院子办公 哦 自个儿的院子 您的五姑奶奶住在这里 怎么后来又成了 朱老先生自己的房产 他是这样 他是觉得老太爷没房啊 让爹爹住这吧 哦 然后后来又跟他儿女说了 这个 你们不要打这个房子的主意 嗯 是我朱家娘家的亲戚 谁有困难谁住 哦 是这样的 对 后来您五姑奶奶去香港了 去香港 哦 希望朱老先生的这个老宅 一直保留下去 保留得好好的 我砖我都不换 这还是原来的砖 对 有人说往事随风 其实昨天并没远行 小院记录了朱家八奉的传奇 留下了伟人名流的身影 老宅的灰瓦珠红 承载着往日的明月清风 刻入我寻访的游记中 我和昨天的缘分 并不是怅然若失的擦肩而过 而是一次回眸换来的重逢 谢谢您的观看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